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,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 成益莲花楼在获殊荣,金铜奖见证口碑与商业价值双赢。 好消息传来,成益主演的莲花楼又拿奖啦。 这次,他一举夺得了2024金铜奖最剧。 口碑原创剧集大奖,再次证明了这部剧集的非凡实力和观众们的深厚喜爱。 不仅如此莲花楼IP联名还荣获了银奖,实现了口碑与商业价值的双赢。 莲花楼自播出以来,就以其独特的剧情,精湛的演技和精良的制作赢得了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。 这部剧集不仅创造了收视佳绩,更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成为了一部难以磨灭的经典之作。 如今,《距离莲花楼》播出已经过去了一年。 但它依然保持着极高的热度和口碑,成为了整个江湖的白月光。 作为莲花楼的一番男主,诚意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。 它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独特的魅力,成功塑造了一个深入人心的角色形象, 为这部剧集增添了无数的亮点和看点。 诚意也因此被誉为扛剧声,它的实力和影响力不容小觑。 金桶奖CCMA作为内容,营销领域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奖项之一, 其评选标准极为严格。 而《莲花楼》能够脱颖而出,荣获最具口碑原创剧集大奖, 无疑是对其品质和实力的最好肯定。 同时,《莲花楼》IP联名银奖的获得, 也进一步证明了这部剧集在商业领域的巨大潜力和价值。 对于诚意来说,这次获奖不仅是对他个人演艺事业的肯定, 更是对他未来演艺道路的一种激励和鞭策。 我们期待着诚意在未来的作品中能够继续发光发热,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和角色形象。 同时,我们也期待着《莲花楼》能够继续保持其高口碑和常委效应, 成为一部永在史册的经典之作。 而诚意的带播作品《狐妖小红娘王》全篇《英雄至深前》和《赴山海》也备受期待。 相信他一定会在这些作品中继续展现自己的实力和魅力。 让我们一起为诚意和莲花楼点赞, 期待他们未来更加精彩的表现吧!